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希望避免战争的双方可以化解冲突 但现在正在冲突的俄罗斯还被取消参赛的资格 去年乌克兰当然会赢得战争 因为整个有一半是所有人投票 今年连美国人都有投票权 欧洲歌唱大赛现在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歌唱大赛 而今年迎来了好几位歌手 乌克兰并没有取得第一名的是颇受注目 得到第一名的是瑞典的Laurene 她演唱了首歌曲叫Tattoo 人们说这首Tattoo的歌曲 本身就代表了现在欧洲的处境 来自瑞典的Laurene 以一首Tattoo夺下2023年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这不是Laurene第一次轮源 2012年她首度代表瑞典出赛 就尝过夺冠的美妙滋味 她也成为欧洲歌唱大赛举办近70年来 首名两度夺冠的女歌手 也让瑞典七度赢得冠军 凭了爱尔兰的记录 Laurene的胜利意味着瑞典将主办2024年的欧格赛 正好也是1974年瑞典天团阿爸 以一曲滑铁卢取得历史性胜利的50周年纪念日 主办单位以不想过度政治化为由 婉拒让泽伦斯基致辞 不过这人是有史以来 政治色彩最浓郁的一场欧洲歌唱大赛 上届冠军乌克兰的卡鲁石管弦乐团 担任本届颁奖典礼的开场嘉宾 他们带来新单曲Changes 表达了对俄罗斯的不懈 来自克罗地亚的Lessery 在歌曲中将俄罗斯总统普丁称为鳄鱼精神病人 捷克乐队用乌克兰语唱出 我们在心里和你在一起 战火下的乌克兰人也不愿错过这场音乐盛宴 战争结束 欧洲各国互相残杀 接下来陨落的年代诞生了EUROVISION 举办的初衷就是让欧洲在战后成为一体 如今欧洲大陆再度出现了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被逐出比赛 欧洲的疼痛有了20世纪的意义 谢谢您收看今天文献的事业周报 亚洲版跟欧洲版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